热爱计算机关注孙评宝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我们孙评宝为大家带来的目课课程 我是FY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 我们来和大家讲 渣瓦轻松入门的第二次课 这次课呢 这次课的主要内容就是 向大家介绍一下面向对象的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呢 也是渣瓦这门变上技术当中最核心的东西 什么叫做面向对象呢 就是这种思想呢 就是我们把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 把它这个问题分成 就是想成把这个实际问题想成 由哪些事物组成的这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逐个的解决这几个事物 最终这几个事物被我们解决完以后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然后呢 我们渣瓦呢 这里边编的时候就是想 主要就是把这个问题的具体的 这几个事物编写出来 解决了 解决好这几个事物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些具体的事物 到渣瓦里边来说 就是 在渣瓦里边就是具体的 就是类和对象这两个概念 我们看一下类 类 类怎么说呢 类就是相当于一个抽象的模型 就是把一类事物的静态的属性 和动态的可执行的东西 结合起来叫做一个类 举个例子嘛 就是比如说恐龙这个东西 恐龙是一类事物吧 恐龙它就有静态属性 就是它有多高 它有多大的嘴 然后它有几个腿 几个胳膊什么的 这就是它的静态属性 然后呢 可执行的操作就是它能够 吃东西或者是跑步啊 什么飞啊 然后各种各种 它能动的这些动作 就是它的动态可执行的操作 然后我们把这个它多高啊 它长什么样啊 和它能干什么 这几个结合起来 就结合成一个恐龙的模型 这就是类 好 然后下面呢 我们说对象这个概念 对象这个概念呢 不是咱们常规理解的 那个对象那个意思啊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就好 渣化里边呢 这个对象 对象就是相当于 咱们上上刚讲了不是类吗 类相当于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对象呢 就是相当于依照这个类 这个模型造出来了 一个个具体的事物 就是比如说咱们有一个类 这个类是个恐龙模型 咱们想要看一个具体的恐龙 必须依照这个模型 造出来一个具体的恐龙 然后这个具体的恐龙呢 就是相当于对象 对应的相当于对象这个概念 这个呢 又就是又一个具体的图 来给大家再说明一下类和对象的关系 就是比如说 这次以汽车为例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个汽车的模型 这是一个汽车 这个汽车模型图就相当于一个类 因为它是个模型嘛 然后咱们可以依照这个模型 就是相当于这个类 这个模型来 能按照这个模型图纸嘛 能构造出好多好多具体的汽车 比如说这是第一辆汽车 第二辆汽车 第三辆汽车 然后这些具体的东西呢 就叫做一个个的对象 一个个的对象 就是这样 鼠标写字不这么好看 大家将有个看一下 好 下面呢我们来具体 看一看代码 就是Java里边的代码 是到底是怎么实现类和对象 这个东西的 类和对象在Java里边 对应的到底是什么样 长什么样 好 那我们来敲敲代码 哎呀 看我桌面的皇子特别特别帅 是不是 然后打开这个编辑软件 OK 好 我们进到这个软件 具体我Java呢 用的是Eclipse这个软件 然后当然了 也可以用别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百度 现在百度谷歌这么强大 可以百度一下 到底是怎么装这个软件 或者是怎么运行 然后好几种方法 来记得上运行这个Java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或者谷歌一下 你就知道 具体的就不在这 这里浪费时间了 然后我们主要讲 我们与我们的课有关的内容 好 我们来敲代码 先建一个class class 比如说test finish 我们创了一个主要类 然后我们再创一个具体的类 具体的类 刚才桌面上不是个黄子吗 咱们就创一个黄子这个类 咱摸一下黄子这个英雄 好 我们看 然后我们进了进去里边 就是说 看一下 我们这个类 就这么写 public class 然后这个类的名字 具体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往后再讲 咱们这节课呢主要主要是让大家有个对代码有个直观的印象 然后我们下面呢我们开始敲我们的第一次的java代码 然后比如说我们想黄子这个英雄有什么有什么东西 所以他比如说他有个名字 他有个名字 sitri name name name是什么呢 name叫做 皇子皇子命名叫什么来着 叫嘉文 哎嘉文是这么写 对 然后还有一个他除了名字还有什么来着 除了名字 比如说除了名字还有比如说身高吧 height height等于多少呢 一米八 皇子传吧 一米八 标准身高吧 然后呢 他还有啥呀 还有他的武器吧 武器是个武器是个磨皮银吧 武器是个磨皮银吧 对不对正磨皮银 武器他的武器叫什么 就叫长毛吧 长毛 好 比如说这这这三个呢就是他的静态的属性 咱们刚才介绍类的时候说说了 就是他本来就有个东西 他本来就有个名字叫做嘉文 他本来就有一米八 他本来就有个武器叫长毛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来写他的动态的方法 动态方法有什么呢 比如说 咱们可以让他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这个自己介绍information 自己的信息吧 自己的信息吧 自己的信息 那么信息是什么样的呢 systerm.out.println 输出一下 他有什么呢 他有my name is 什么 my name is 他的名字 然后我们复制粘贴一下 把它的三个星期全输出来 我比较懒惑 我比较懒惑 大家都看一下 这也是比较简便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呢 输出他的武器 我的武器是什么呢 我的武器是个大长毛 我的武器是个大长毛 这就是他的一个方法 这是他的一个方法 介绍他自己的信息 还有一个方法 比如说他能够攻击吧 就叫attack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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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systerm getout put 然后 里边写一个 icon attack 21 这就好了 然后呢 具体在我们这个里边 这个具体的启动类里边 我们定义一下 我们刚才 因为我们定义了 这个里边定义了这个黄子这个类 然后我们刚说了 黄子这类是个抽象 具体抽象的模型 我们必须把这个抽象的模型 具体的一个一个事物 这个事物就是对象 我们怎么具体这个对象呢 就是把这个类的名字写出来 然后具体的这个对象 对象的名字 比如说叫 对象的名字叫 加文 然后 new new 黄子 这就好了 然后再用 加文 点 可以有一个information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对象呢 还有这个方法 一般mation 不是介绍他自己吗 还有一个攻击 他能够攻击 这个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结果看输出来了 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思想输出来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是 my name is 加文 my head is 1180 my weapon is 长矛 i can attack 我们这次课呢 就是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的代码 大家不用 不用 那个具体知道这个代码都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下次可来具体讲这个代码什么意思 这次课主要目的 是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那个类和对象 这个 在这个具体代码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大家下去非常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多敲一敲这个代码 虽然说大家有有好多地方不知道什么意思吧 但是多敲一敲会有手感的 手感好了 然后手感好了 然后下次讲的话就 就让我讲的话就更 肯定能听得更明白了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具体的代码 我们来继续我们 具体的代码 然后 咱们这第二次课差不多就 就这些内容吧 然后我们这次课主要了解了一下面向对象的这种思想 然后具体账话里边来说就是类和对象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类和对象对应的具体的账话的小段代码 是长什么样的 然后呢 下一次 对了 这个代码呢 我可以可以截个图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自己想敲的话 截个图我会给大家截个图 然后发上去的 大家想想看的话就可以肯定能找到的 然后那个下次课呢 我们就具体的再次深入理解面向对象这个思想 大家肯定听过这这几分钟吧 肯定理解的 才肯定才理解的一点点吧 肯定是理解一点点 不可能 你要是全力解的就打神了是吗 然后呢 我们再具体再深入理解面向对象这个思想 然后呢 再具体讲解一下 咱们敲这个代码各个部分的具体是什么意思 好 那我们下次可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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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